本期视频主要分析为什么中国的GDP这些年一直在涨 而股票却和中国男族一样沉稳如归几十年 美国的经济一般 美国的股市却疯涨几十倍 很多的经济学家写了几千万字和无数本书 加上众多股民的卑卑怯怯淒淒惨控诉 什么中国经济这些年实际没有涨 什么中国是低端产业 出口赚加工费 什么固定投资太多 什么圈钱之类 没有一个说到关键点上的 当然 中国人分析的不着调可以理解 毕竟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分析的美国股市 就是留学回去的 也少有本地工作经验的 西方的经济学家分析的 都是基于中国崩溃的政治论调 无论股市升降就一个原因 中国已经崩溃 他们也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操作 我算是这个蓝色星球上 第一个说出关键原因的生物 不掉胃口 先说结论 全民资金入股市并且源源不断 这才是为什么美国加拿大经济增长缓慢 股票增长20倍的根本原因 在美国和加拿大 所有人可以说是99%以上的人 他的收入的一部分都是定期的进入资金市场上 或者投资债券或者进入股市 举例来说 对一个正常上班的人 养老储蓄部分是自己的 加上公司按比例给的 一般是至少占到工资的10% 好的15% 每到发工资时自动扣除 然后投资到指定的基金公司 进入资本市场股市或者债券 失业保险部分 交给国家的养老保险 还有什么长期疾病保险 短期疾病保险 这一块基本能占到5% 也是自动扣除 投入到另外的基金管理公司 也进入资本市场 以上者工资的15% 每次发工资 都是固定的投入到资本市场 其他的你每年额外买的退休储蓄 因为退休后国家给的很少 一般就2000美元左右 如果自己不额外存一点 退休后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生活 这一块超低收入的可以躺平 收入略高的都要给自己买 因为买的部分政府 会减免你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当然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准确是你现在买不用马上交税 给政府 这税很高的 一般是30%以上 比如你存了5000块钱退休储蓄基金 然后投资到资本市场 这5000块钱 如果你不存到退休储蓄基金 你就得交1500的税 你若干年后取出来 再按照取出来的时候的收入交 一般退休后收入低 税自然也低 间接地省了不少个人所得税 这是政府鼓励你买的 当然有额度 不能买超过政府顶定的额度 一年额度一般是工资的15%到20% 买多少主要看自己剩多少钱 很多人甚至从银行借钱买 否则你就交给政府30%的税 还有一些教育基金 政府鼓励你早早给孩子存钱上大学 也是有额度 一年2000至3000块钱 政府为了继续鼓励你存钱养老 还会设立一些免税账户 你再把剩余的钱存到里面 然后继续进入资本市场 当然都是有额度 否则一些人买的太多 政府收不到税了 基本大体就是 一个人工资的20%至30% 会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资本市场里面去 这可是天文数字 你能想象一年有一万亿美元 不停地往股市里投资 这股市会怎样 当然这些基金公司也可能全世界投资 比如加拿大的养老基金 在中国也有投资 现在是被禁止了 但大部分都是在本国或者美国投资 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是什么 你一定认为是公司税 不是 是个人收入所得税 每家的公司不管大小 都是想尽办法逃税 大公司比如亚马逊 万亿美元市值 这几年交税都是零 特朗普的公司也是 其他巨头苹果微软 也好不到哪里去 都是有专业的团队来如何合理避税的 个人也是 养老和孩子大学学费这块对任何政府都是头大 政府也通过各种减免工资所得税 让你自己攒钱养老 给孩子上学攒钱等 每家的人的确存现金存钱少 主要原因是有一点余钱就放到资本市场上去了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人很少有拿出一千现金的 手头有些现金到年底看看 一般都投资到资本市场去了 通过基金公司或者买股票或者买债券 只有极少数的人 比如偶尔打短期现金工的 可能暂时不交税 一直不交税的没有 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打现金工 否则政府就要查你如何生活的 雇佣你的公司也不敢不给你报税 它可以少报 但不能不报公司如果不报税 不报员工收入肯定不正常 政府也会查你 并且小公司如果连续报亏损数年 一看就是偷税 政府会关闭你的公司 并且数年内不准你开同类公司 也就是说 美国加拿大这方面的法律政策很严 个人能钻的漏洞很少 美国和加拿大个人收入税的起点很低 越收入不到一千就开始征收了 刷盘子越收入都两千了 就是农民也得主动交 否则他们无法享受冬天休息 也发的政府的失业金 普通人常工作30年 即使他不炒股 到退休一般会有20万到50万美元的资金 有基金公司管理放在资本市场 然后击鼓传花 他慢慢取出来花掉 后来的年轻人补上 退休储蓄和孩子教育储蓄 政府个人所得税减免 或者政府也给补贴一点 很好的政策中国应该学习 所以不管哪个人 孩子长大后工作 然后有收入交税 然后工资的20%至30% 会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资本市场里面去 全民在资本市场里 股市上涨 退休金就有依靠 股市下跌 退休的人就惨了 上班的人受影响不大 即使股市下跌 你的资金照常从工资里自动扣除 源源不断地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很快股市就能涨回去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经济危机 股市不管经济如何都能涨回去 保守估计 美国资本市场 每年至少有2万亿美元个人资金 进入资本市场 这个资金是源源不断的 只要发工资就固定性地投入 假设中国也采取类似措施 每年至少有10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进入资本市场 那中国的股市要飞到火星上去了 一部分资金会进入债券市场 美国的股市总市值超过46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是33万亿美元 资本市场持有者 大部分是美国国民和加拿大人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不过是8000亿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中国突然抛掉所有美国国债 基本对美国不会有任何影响 拿国债做武器 没有任何效果 每年美国国民自己定期买1万亿美元 中国买的8000亿毛毛鱼了 加拿大和美国银行系统是相通的 基金公司提供的组合 都是美国加拿大股票债券混合 这才是美国加拿大股市增长20倍 经济增长两倍的根本原因 中国股市不是经济的轻语表 美国加拿大也不是 中国为什么不采取这个办法 中国政府多次考虑过养老金入市 最后放弃 这个要相信政府高层的智慧和决策 我分析原因不外乎如下 一 中国的个人税收制度不健全 起征点很高 我猜是月收入5000人民币 正常交税的顶多20%都达不到 广大的农民更是没有 你要是把养老金 保险 养老储蓄投入到股市里 股市上涨得利的只是少数人 不会向西方全民得利 二 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你现有股民也不一定获利 不管是美国股民 中国股民 假设你自己炒股的话 都是韭菜 我这个深有体会 我对炒股不感兴趣 但是也在北美股市 投入了15000美元 之所以投这个金额 因为这是开户银行的最低要求 否则的话 你没有交易一个月10美元 然后每次交易是10美元 当然这是收费高的 好多平台便宜 我并不想专业炒股 懒得开户了 这里再顺便说一句 美国加拿大银行 最大的利润来源 不是工业或者房屋贷款 而是手续费 很多国内的人大骂 本国银行如何如何收费高 都是跟国外学的 并且国内银行收费真不高 服务态度还好 这是题外话 我炒股和所有股民的经历一样 几乎所有股票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指数最高的时候才赚1000块 现在亏了2000美元了 我买的还是微软 特斯拉 苹果之类股票 现在也不去管 都放那里了 朋友同事 不少炒美国加拿大股票的 都是遵循一个地球股市铁率 90%亏损 10%的人赚 你个人就那点钱 根本无法和基金公司 动辄上10亿美元相比 这个钱足够操纵股票了 每家股市 基本95%以上的钱 都是各种基金公司管理 所有的公司 都是委托一个基金公司 来管理员工 从工资扣的那部分 员工工资扣的钱 和公司交的钱都放那里 个人买的退休金 也是委托基金公司管理 基金公司 一般是把很多 每家股票组合起来 根据风险高低归类组合 供客户选择 因为这一般是跨度几十年 按公司发放周期一直买 加上自己每年年末额外买 这一类基本是赚的 就是随着大市场涨 3.假设中国现在实施 由于是按月工资扣 一开始可能就 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股市 但是国外的基金 嗅到血腥味 至少1万亿美元涌进来 然后埋伏下 无论股市如何疯涨 得利最多的的 永远是国外基金 然后和提早进入股市的股民 国外基金早晚得离开 一旦国外基金 赚取100倍利润离开 最后还是得中国股民接盘 崩盘后损失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正如巴菲特的离开 巴菲特可以一辈子在美国股市 但绝对不会一辈子在中国股市 他们或高利离开后 给中国留下一地鸡毛 在资本市场运作方面 普通股民在国外的数十亿美元的基金面前 不管是美国股民 还是中国股民 永远是韭菜 都是被割的命 去年美国一些垃圾股忽然疯涨 就是美国韭菜们受购了基金控制 联合起来吵了了一番 最后还是眼齐息鼓了 4.国外可以实施的原因是 全民资金一开始就在股市 它现在不怕国外基金进入 因为国外基金都是成熟期进入的 它现在和普通股民一样 经受涨跌 不会享受初期的利润 大家应该记得90年代 只要你买到原始股 没有一个亏损的 而如果现在 中国采取西方办法 国外基金大举进入 而通常中国股民都是后知后觉 发现股票疯涨后 急忙进入接盘 国外基金获利自然是百倍以上 假设中国农民工人的退休金 几十万亿美元 已经在股市里30年 自然也不怕国外基金现在来炒作 就是过来一万亿美元 然后离开 最大获利还是中国人 至少在上涨期退休 卖掉股票维持生活的会很开心 五 另外一个大的隐患是 国外的退休前等全在股市上 一旦崩盘 国外的老百姓 由于小政府社会习惯了 可以自认倒霉 该喝西北风喝西北风 该睡大街睡大街 中国的老百姓是依赖政府的 一旦退休金放股市没了 那绝对要上访闹事的 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 能接住这么多退休老人的冲击 我要是政府的决策者 也不会采取国外的办法 全民资金入股市 并且源源不断 这才是为什么美国加拿大 经济增长缓慢 股票增长20倍 中国经济增长20倍 而股票指数纹丝不动的原因 以后还会这样 总体来说 全民资金进入证券市场 还是有优点的 可以部分解决老人的退休金问题 并且股市的大趋势 肯定是上涨的 中国要是想实施 为了避免国外基金 获取最大利益 把中国股市搞崩溃 还是有办法的 美国股市和债券最大持有者 是本国或者加拿大人 这基本盘在 国外的基金就先不起浪花来 中国的股市市值是12万亿美元 面对1万亿美元 国外游动基金规模还是不够大 中国可以全民分股票 为防止民众像俄罗斯人那样 当草纸卖了 可以禁止数年内不能卖 把股票市值 做到100万亿美元以上规模 中国的工业规模 是世界的一半 100万亿完全可以 在这个规模下 任何游资进来出去 都不会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然后全民资金入市 把退休金 退休储蓄 孩子上学储蓄 放到资本市场 全民资金入市可以公开 也可以秘密 但是根据法规 必须要公开的 这样的话 以后每年10万亿人民币的 个人的钱 进入股市或者国债 退休的人 也源源不断的取出来 规模大到 也不怕国外游资 狙击 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如果保守的话 就采取现在的办法 国外游资 你别想赚到我的钱 也别想高垮我的股市 免得一众股民跳楼 或者老年人上街闹事 不过 尽管我在美国股市上 被割韭菜 但是还是有独特的炒股经验 一起分享 我感觉 人的财运 基本是天注定 天命不可为 财运分为正财和偏财 正财是上班 搬转加班等 偏财是彩票 股票 兼职跑出租 或者YouTube做视频 要想炒股发财 你得先做好准备工作 沐浴更衣焚香 祷告个路神仙后 一 看看自己的八字 是否有偏财 那些黑灯瞎火时辰出生的 一看就是早早起来干活搬砖的 二 看看自己的属相 是否有偏财 如果是那些靠劳动 别人赏口饭的 还是打消念头 比如狗啊 牛啊 基本没戏 三 看看自己的星座 是否有偏财 如果你的星座没有偏财 趁早关掉股票账号 四 看看自己的住的地方 是否养偏财 比如我 找过一个风水师 告诉我 房子的偏财位在厕所里 我差点背过气去 这哪个财神能受得了 怪不得炒股亏钱 摸彩票 中个五块 难度和五百万一样 做YouTube也少人看 后来我也就死了心 再也不动这些心思 老老实实上班班砖 努力干活 根据中西高科技结合分析 如果你条件全部满足 那就不用去股市凑份子钱了 这是我知道的 美国和加拿大是这样 因为各个州 省政府政策有差异 以上数据可能略有不同 但大差不差 其他地方 比如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马拉西亚 欧洲 还有十年股市涨三十倍 股民都想移民的印度 我不清楚 是否全民资金入股市 欢迎留言讨论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